滿診病患可不停 新冠疫情趨緩一陣子 第六波病毒卻悄悄在來襲 有醫師分享近日 滿診後診病患掛破百號 年齡從三到七十歲都有 讓醫師看診看到虛脫 甚至無人發燒 就有四人都是確診 確實這個新冠的感染案例 有在增加 我在想不是只有增加幾成 是幾倍 新冠疫情升溫 雙腸科民因蘇伊峰也分享 最近肺炎病患中 一半都是感染新冠病毒 讓他直呼 疫情真的燒起來了 新冠甚至包括現在流感也一樣 他都是一直在突變的一個病毒 會突變的病毒 我們沒有辦法有永久的免疫力 還有前台大醫院兒科醫師 YouTuber藏藍哥也分析 這波確診潮 症狀最嚴重的會是兩種人 第一是沒確診過的 第二是沒打過疫苗的 這兩種人一旦確診 就可能出現高燒 以及酸痛現象 其他有確診過的 症狀就比較偏向一般感冒 平時免疫系統還是要練兵 這一次的症狀大多都是喉嚨痛 咳嗽或者是發燒疲倦等等 目前大多數的治療方式 仍是屬於症狀治療 並且密切觀察 根據疾觀書統計 目前流行的病毒株主要是JN.1 另外還有KP.2 以及KP.3的佔比略微升高 就怕舊有的XBB疫苗 對這兩種新型變異株 防護效果不佳 民眾還是要注意基本防疫措施 尋求自保 藉由盛行週家人網一聽 台北報導